差值多項式,通過11、3、12、5、13、8的多項式 這個Lagrange的差值多項式可以寫成下面那個樣子 同學你應該已經會了對不對 好,第二個 f 的余式來把余式兩個字畫一下 為通過這兩個點的差值多項式 這個差值多項式它跟余式定理可以做很棒的結合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沒有辦法在課堂上講 那如果有緣分我們高三重複習再來補充 如果有緣分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Lagrange的核心概念是什麼 我們一起看Lagrange的差值是藉由某些在位置函數圖形上的坐標 用一個結構對稱的多項式來逼近這個函數 來,圈圈1 Lagrange的差值多項式的基本精神就是什麼 來,你覺得他要點什麼 不是分工合作 他的基本精神 你可以說模擬,寫模擬沒有關係 那有些人覺得最後的目的是要做估計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寫模擬 好,再來第二個,指一聽 Lagrange的差值多項式一般來說是用來逼近這個函數值 來,結構上類似基底向量的線性組合 這個你看不太懂 因為你還沒有學向量,沒有關係 他的結果做出來是通過椅子點坐標的最第一次多項式 Lagrange做出來是通過椅子點的最第一次多項式 把最第一次畫起來,最第一次的多項式 有一種你看不太懂 這個,我覺得我稍微做個說明 你旁邊畫一個圖 很輕喔,來 畫一個圖,我來說明一下 什麼叫最第一次的多項式 A跟B 好 好 來,我這邊有一個小問題 躲向去 好 來,這個麻煩你寫上去 大家說明一下就可以 好,椅標明天上我這裡找了一筆兩點 然後問你要通過這兩點的多項式 你覺得有幾點 無限 無限多嘛 但譬如說,同學 你知道最第一次是什麼嗎 直線 直線 對不對 可是同學他不一定是直線 他本身也有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個拋物線嘛 對不對 他也有可能是 每比這個函數他長這個樣子 三次 三次的對不對 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同學這邊應該會寫幾個 有無限多個嗎 對吧 但是同學最第一次的只有幾個 英格 所以你如果今天透過AV這兩個點 你是不是可以寫出一個 他專屬的Grain-GXX多項式 你知道你做出來的其實是一條什麼 是一條線喔 如果你整理之後其實它是一條線 我希望你了解這個觀念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看剛才的那個文字的敘述 他說 他說做出來是通過椅子點的最第一次的多項式 結構對稱而且完整 如果只取兩個相一點 就是線性內插法 內插法三個字畫起來 這個高1下才會交到 不對 高1上了極末考究會交到內插法 就是直線的意思 好 簡單來講 那個內插法可以看成是 Grain-GXX多項式的特例 那如果我現在給你N加一個點坐標 我們可以計算出直觀的NXX多項式喔 但是你要接下來仔細看我賴動的意思喔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N次 還要看這些點坐標的分佈情況 比如說三頂貢線的時候 他會把三頂貢線畫起來 如果三個點在同一條直線上的時候 做出來的XX多項式 表面上看起來是幾次 兩次 但是實際上你真的把他整個成開整理之後 他的二次項會消失 因為你三點貢獻 通過這三個點的最低次的多項式 其實是幾次 其實是一次嘛 對不對 同學你了解我意思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喔 有時候題目他會經過包裝 表面上給你一個二次的XX多項式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那些點之間的關係 好 那我們這個 他說 我再看一下 如果想增加估計的精確度 我們就多加一個坐標 那麼整個Lagrange形式 他就會改變 那先前的結果 只要增加新的一項 就可以得到新的XX多項式 那Lagrange 他是給電腦做的 基本上都是給人做的 好 那考試會怎麼考呢 來同學 你現在應該要會哪幾題呢 你應該要會範例1 範例2 跟範例3 那個範例是寫個HW 你們現在的程度 應該還暫時沒有辦法做那個範例式 就是HW 這個有機會你回去做 我可以給你答案 那我們現在 我先來看那個範例1 那個範例1 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考題 我們現在全班都會做這一題 他給你一個二次函數 範例4 範例4 時間我估計應該是不夠 但是你可以自己先做做看 好 你來要答案我會給你 好不好 範例1 這一題給他兩個讚 這一題是基本題 他給你一個二次函數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他寫成Lagrange的形式 對不對 他問你這個二次函數的最大值 首先同學你應該知道 這個二次函數這個拋物線 開口一定是超 跟最大值 最大值 最大值 所以他開口超 下 那請問你 你有沒有可能真的把這個二次函數整個成開 再去配方 再去找出他的頂點坐標 理論上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你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題目要做什麼事呢 來 同學用觀察的 他給你一個Lagrange的一個差值多項 是嗎 你告訴我他通過哪幾個點 你看一下 仔細盯著他看 通過哪幾個點 19 來A點寫上去 他通過19這個點 來他通過哪一個點 5代進去是不是也是9 59 又通過哪一個點 7-6 糟糕 你這個反應這樣不行 來 範例1 我還是寫一下 你觀察你發現他通過三個點 A點叫做誰 19 來 B點是誰 59 59 來 C點叫做誰 7-6 來 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同學你 他給你這三個點 這三個點有什麼學習 同學 一帶進去跟五帶進去得到的高度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拋物線顯然開口是從哪裡 朝下 對不對 所以同學他在暗示你什麼 A點叫做19 A點在這邊啊 A點叫做19 B點的高度跟A點一樣來 B點叫做誰 59 B點 B點叫做59 所以請問你喔 這第一次動跑 跑過東西要不要 所以你可以看出這個拋物線叫什麼 對稱軸 對不對 來請問你 他的對稱軸的方式是叫做 AX等於多少 AX等於3 那再想一下這個題目到底要問什麼 他就是要問這個領點的什麼座標 Y座標嘛 所以他這個題目是要求領點的Y座標 所以這一題怎麼辦 令AX等於3怎麼樣 帶進去 原來題目他所給的那個差值多項是3 帶進去你就可以算出答案了 你聽懂的意思嗎 來你算一下 這樣困難喔 這不難吧 所以這個M他就是誰 他就是AX等於3 來你親自算一次 看算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做一次看看嗎 好做一次看看 這第一題是開會菜而已 這兩點點讚 對基本功啊 這基本功啊 有些學生真的會選擇把它盛開 但是這太狂了 不可能 你把它盛開然後再去配方 這一個領導你要做多久 對不對 口吃時間那麼短 所以你有聰明的做法要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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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算完之後 那個第二題要給他3個讚 2 算出來多少 蛤 董虹有算嗎 我有算 你帶進去看看 3帶進去算出來多少 蛤 3帶進去 有3嗎 我怕我講出來錯了 沒關係啊 說說看 14 14非常好 來同學算出來的答案是14 這個OK嗎 可以齁 接下來這個範例2 同學我要給你 我看看喔 給你3分鐘的時間 你先試著寫寫看 先試著寫寫看 那我們現在先一起看題目 來同學我們一起看題目 他這個題目是說 有一個3次的實係數多項式 叫做f 他除以x-1的比式叫做1 代表說f是多少 x如果帶1是多少 是不是1 那帶2的話會得到多少 2 帶3會得到多少 4 對不對 那f是幾次 3次 然後g喔 g喔 他下面有個g g是一個2次多項式 可是這個2次多項式 他寫成了grade u的形態 所以先把題目看懂之後 你就可以去回答下面 他這5個選項 同學我給你3分鐘 你嘗試一下 把這題做出來 好 Please 加油 我這堂課要把這些講完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來你試試看 f3次 然後滿足被x-1來除於4是1 所以他滿足f1是1 然後f2是12 然後f2 看一下3 等於4 然後degree g of x g是2次喔 那個g你看得出他的玄機嗎 而且那個g of 1是多少 1還是1喔 那g of 2還是2喔 g of 3 一樣是4 對不對 你從他題目給的條件 其實你可以看出這些東西 那這5個選項裡面 最簡單的應該是第一個選項 因為第一個選項是送分的 他問你g of 1分之1 是不是8分之7 來這個就沒什麼觀念 就直接帶進去 g of 1分之1 是不是8分之7 好那你就算一下嘛 來我跟妳 第一個選項對不對 好這個不要想太多 你就直接帶進去算就可以 我把這些點標出來 用圖片來看 通過11嘛 11 11大概在這邊 11 11 然後通過22 22 22大概在這邊 然後通過34 15 34 好上來 我在等你 算你 來請問同學第一個選項對來錯 其實很快下課你們知道嗎 好 因為我下一堂課不能再考這個東西 因為我下一堂課進度是2-3 所以我現在不能這個資神講到這一節而已 來同學問你 第一個選他對來錯 有人算嗎 2分之1載進去 合學是不是8分之7 是喔 來第一個選項是對喔 那第二個選項 我覺得有些同學就看不太懂 來合學 f of 5是不是會等於g of 5 來同學你覺得對不對 這個我要問一下 來問誰呢 我覺得有機會打出這個問題 先問瑞琳 瑞琳應該很厲害的 來第二個選項 你覺得對還不錯 錯非常好 來第二個選項是錯的 但是我要聽理由 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因為 說說看 就是f of 5跟g of 5 他說會一樣 那你覺得是錯嗎 那錯的語音是 對 還是我指定 來我看看 來問那個 錯嗎 錯 錯在哪裡 對 沒錯 然後 2次的圖形就 2次的圖形就 就那樣 就那樣 就那樣的意思就是 同學你看喔 這三點不貢獻嗎 通過這三點的這個2次函數 同學這個拋物性有幾個 只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對不對 真的可以找出來 所以同學 這個g of 5 這個g是我現在 黑板上畫的這條橘色的 它是幾次 2次 這個g of 5 雖然它是誰 我不知道 但是它肯定是一個 確定的數字 它是一個定值 對不對 但是同學你看喔 同學 這個三次啊 三次的話 同學三個點 能夠唯一的決定一個 三次的函數嗎 不行 應該有幾個點 要決定 三次函數 y y 等於 ax 三方 加 vx 平方 加 cx 加 z 然後我問你 如果我做這種 是一般的假設 它幾個位置數 四個位置數 所以你如果要找點的關係 來解它的話 你要找幾個點 四個點 可是同學 我這裡只有三個點 對不對 那三個點的話 能不能唯一決定 這一條紅色的 這個三次的函數 不行 所以通過這三個點的三次函數 同學有幾個 有五線多個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個f5 怎麼樣 它是不是定值 它事實上它不是定值 它非定值 你知道嗎 因為條件不夠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f5是誰 你事實上上是誰 你不在一起 什麼人 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條件事實上 是不夠的 我只有三個點 所以同學你曉得 這個錯字錯在這裡 然後再來 同學我問你 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對還是錯 對還是錯 f of x 除以 s減4 於是是7 代表它在說 來第三個選項 f of 4 會懂得多長 7 它在問這件事情 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 f of 4是7 這件事情你確定嗎 不確定吧 因為這個題目 就像剛才講的 通過這三點的 三次的函數 有無限多個 你怎麼知道是代進去 或是7 真的不一定吧 條件不夠 不是嗎 所以同學第四個選項 對不起 第三個選項對還是錯 錯 第三個選項是錯 這個對你們來講 大力太大 沒有關係 這個 倒考可能也不會考得這麼難 那第四第五個選項 我直接給你答案 同學這兩個都是對 你有空回去喔 寫一寫 那你如果寫了 不知道怎麼寫 還是你不知道 有遇到什麼困難 可以來找我 我們來討論 然後那個第三題 我答案也給你 第三題的答案是